台北榮总今天开记者会说明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状况还有治疗的情形 榮总表示陈水扁确定罹患了重度忧郁症并且合并焦虑 那么他们医院虽然也有精神专业治疗的能力 不过因为精神科的治疗特别注重医病之间的信任关系 所以他们只好建议尽快把陈水扁转整到精神专科的医院去治疗 台北榮总五号上午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前总统陈水扁身体检查和治疗的状况 院方指出陈水扁确定罹患重度忧郁症并且合并多重身体化的症状 建议紧速转到精神专科的医院治疗 建议紧速转介至精神专科或设置有精神科医院接受药物及心理治疗 因为环境的改变对个案目前的治疗具有急迫性 因为以能力来讲台北榮总当然是没有问题 不过我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对于精神科的疾病的治疗 特别重要的是医病关系 他的情境家属的支持等等 院方也说明陈水扁脑部核磁共振所发现的白点 分布范围并不是脑中风或口疾的区域 比较像是精神状态引起的身体化症状 而经过脑神经的检查 陈水扁思路清晰也没有失智的情况 台北监狱则表示目前陈水扁的情况并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至于是否会让陈水扁转诊到家属要求的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基于交通和维安的考量 预方并不同意 陈水扁先生现在目前还是属于介乎住院治疗的一个阶段 目前他的条件还不符合保外医治的一个要件 高雄医学院因为我们台北监狱是位居在桃源 在交通的便利上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适当 所以我们还是会选择北部医疗的一个机构 台北监狱表示陈水扁在院内不只有身体检查 也有治疗 泌尿问题和因为细菌感染引起的发烧都已经获得控制 详细的报告再过几天就会出炉 台北监狱也会以陈水扁的健康状况为考量 做适当的医疗处置 记者又凡陈沙伟 SNG小组台北报道